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点之中间小鸭都会提供夜间的照明 也就是说如果你错过了白天的小鸭预演 甚至刚刚的小鸭出登场都没有关系 因为到了晚上小鸭最中的都有照明 所以来看夜间的小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哈囉 欢迎来到新闻娱乐通 最近的政坛吵吵闹闹的一堆的政争 还有社会新闻的一堆的抗争 烦死人看的新闻明明忘卯的 只有最祥和之气的两个小动物 让我们大家会真的很开心的笑出来 一只在动物园里面 可能要到明年初才跟大家见面 那只叫做银亚的猫熊 另外一个就是他 黄色小鸭 每一个人就算我们这个年纪 看到他还像变成了小孩子一样 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为什么现在已经有破80万人 都一定要冲去看 人几人照个相都好 我们待会请到了策展的人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艺人罗佩颖 大家好 今天游戏非常好 可以让你坐得直挺挺的 不要弯腰鎖背 那是在媒体人旅文婉 大家好 今天要发了 好开心喔 经纪人孙悟空 大家好 可爱呗 好 我现在只想知道 解迁达人王崇离老师要怎么玩 他怎么没有 不公平 男生就没有 不公平 男生就没有 有硬要硬要 黄色小鸭策展单位 陈诗玉 大家好 看到她身上那件旗席 我就知道了 其实黄色小鸭最近 一直在占据新闻版面 因为大家实在太爱了 看看中秋节的时候 高雄的那个码头 就已经是20万人杀去看了 而且现在一大堆的酷熟 你看什么 现在没人的小鸭 蓝铃王的蓝铃鸭 复仇者联盟的复仇鸭联盟 还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蜘蛛人鸭 蝙蝠侠鸭 一大堆的鸭 但是今天我们要请到的策展 来告诉我们一些 这些鸭的背后的小故事 执行长阿玉 大家好 这个鸭已经去过很多国家 但是事实上它并不是 一只鸭周游列国 是到了每一个国家 变成他们自己独特的一只鸭 对不对 基本上是 因为艺术家他创作这只鸭子 他希望可以跟当地的团队 有一些互动 所以他希望 譬如说他今天提供了 这个鸭的设计图 因为其实到每一个城市 尺寸都不太一样 因为会因应港口的风向 港口的大小 周边的环境 然后潮汐 海浪的状况 所以他会决定这只鸭的尺寸 在高雄的光荣码头的那只鸭 我们台湾鸭 他在世界上其他的鸭 比较起来 它的尺寸算是比较大比较小 基本上台湾现在是18公尺 是亚洲最大的 亚洲最大 是亚洲最大的鸭子 比北京那只还大吗 北京也是18公尺 那么大 对 但是北京制作品质比较不好 我们台湾做得蛮漂亮的 对 有一天我梦到 就是在浮渡之前 我梦到了有一个日本兵 他也跟我讲说 你们每天都在那边浮都浮错了 然后其实是因为里面 应该要补里面有一个那个 就是类似万人种 百姓公格这种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件事 那些做的东西 我们两点开箱 那些所有的东西 到四点的时候全部坏掉 坏掉是什么意思 全部的东西坏掉 对 全部 就短短两个小时 不许进去